昨天晚 台南安平關係平台 有民眾就在現場來點放煙火 不過這時間早就已經是超過 晚上的十點法定時間了 也因此警方去前往稽查 可以看到這個煙火在夜空中燃放 但是時間真的是太晚了 來 帶你看看現場稽查狀況 警方總共是開出了五張的罰單 以違反噪音管制法來開罰 而且是直接開罰六千元 而中秋節三天的廉價 台南市政府其實是針對一些熱區 來加強稽查 而包括從晚上九點開始 會針對像是黃金海岸 安平四草大橋 還有林茉娘公園跟關係平台 這些地方是釋放煙火的熱區 那麼也針對要是超過 晚上十點過後釋放的話 會來直接開罰 而昨天也已經是開出了五張的罰單